大太,這種情況你覺得,你判斷有沒有可能 因為陳佩奇用兒子的名義在民眾黨的黨部 同一棟大樓開小草咖啡廳 然後民眾黨就說,沒有,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你們黨部 你們有沒有去查過,你們黨部有沒有 其他企業也用你們的地址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或是民進黨都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都選舉今天很多嘛 而且我們總主席又是會計系畢業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的時候 所以作賬或是東西一定會特別的嚴禁 尤其我們上次侯友宜,總統大選的時候 因為我們自己內部也是很嚴禁 不是說小草咖啡廳開小草咖啡廳有犯法嗎 沒有嘛,重點是原本也是質疑 柯文哲,你兒子出來開這間公司 是你陳佩奇自己跳出來 是我自己先開的嘛 沒有人去質疑小草咖啡廳,沒問題啊 是你自己出來說,我這是先找兒子 應該是兒子,他說找一個朋友嘛 這個朋友就是他兒子嘛 他那個所謂的那個 他說用別人 別人的名字,我想說別人跟你兒子 直接說你兒子就好了嘛 就是從來沒有人去質疑說 開小草咖啡廳不行 重點是你自己承認說 你自己在退休之前先找個人頭 開一家公司 這才是有違法的疑慮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陳佩奇自己出來說的 但我覺得從昨天到現在 陳佩奇發生了很多貼文嘛 從昨天說他老公臉色鐵琴 到昨天都不回家了對不對 但重點是 即使今天民眾有人出來道歉也好 或是很多人出來報去也好 這事情難道是道歉跟報去就算了嗎 有些東西欠了道德 確實說不定道歉跟報去就可以解決了對不對 藍白不是都在合嗎 沒有合啦 合作啊 現在不合了是不是 沒有合啦 那你們 完全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他們是誰 當同學校的名字 不認識 怎麼這樣 你們當同學 你們去過軍院 沒有 要不去開房間耶 跟這種人相處很痛你知道嗎 每天講的話都不一樣 你們主席行行好 遞出橄欖枝幫柯文哲查一下 查賬啊 台灣其實會計師啊 台灣會計事務所很多啦 不是啊 你們買賣不成人意在 房間沒開成 還是曾經想要合 對 沒關係 怎麼可以切這麼快 說到藍白到底合不合 我先幫柯文哲說幾句話 必須說這件事情 因為選過舉人之後 他是總統候選人嘛 我相信他一定不知道 下面的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一定過不到他那裡 他就是每天跑行程跑 頭要開直播嘛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就有兩個質疑點 第一個 難道民眾黨今年去年的中黨 就第一次選舉嗎 我就不太可能 從上次2022黃珊珊的市長選舉 我相信核心末僚 應該都是同一群 管理仗的也有極大的可能是同一群人 所以我希望啦 熱情的網友 熱情的網紅啦 熱情的網紅喔 聽到網紅喔 胖胖的那一次 拜託你可以去查查看 就市長貓喔 2022年黃珊珊的市長選舉 2018的市長選舉 以及他們其他委員的選舉 不要啦 你先讓我們消化這一次的啦 對 有沒有類似的模組 消化不都不良啦 一定是有成功的模組 在套在今年總統大選 會不會一樣的 就是所謂的轉來轉去的問題嗎 再我覺得第二個 民眾黨你自己要內部 所謂的公正法律的什麼委員會之前 我覺得你們最該檢討是 你們該檢討說 不要亂開除黨員啦 尤其是榮譽黨員啦 你看這件事情來源是什麼 就是GRACE爆出來的嘛 所以你今次來幫人家喊 對啊 你看以前民眾黨員要爆料 誰 報給誰 只能報給四超貓貓貓貓 貓貓貓還要臥離在別人 他們的群組裡面 現在不用了 他們有任何要臥離反的 直接報給GRACE嘛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你要去處理查障的問題以外 你應該是針對未來 你還要再開除誰的時候 嚴謹啊 三思啊 不然未來更多的GRACE 吳靜穎出來的時候 你的問題會越爆越了 難怪朱立倫不開除蕭敬妍 打台也沒有啊 我很愛黨 我很忠實 要不然就會在裡面臥底 一直在爆料 有沒有 剛剛回應了快十分鐘 真的假的啊 有啦 有 他就他說這個 主席講那個要查障 他說對 我們要查障 今天下午一點開始 主席已經下令查障 就把那個新聞稿念了一遍 然後問他 陳佩琪 他說我想陳佩琪醫師 也已經跟大家說明的很清楚啦 我們就尊重陳佩琪醫師 好 那接下來問他這一個 那幾家公關公司 我不認識 問剛剛講的那兩家什麼 立鼎什麼什麼 沒有拿到錢的事情 他說我不認識 但是各位要記得 他今天講了很多次的 我必須很老實的說 這句話後面加的就是謊言 各位要記得 為什麼 你怎麼判斷 他就說我必須很老實的說 就是他在拖時間 就是他答不出來 他現在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所以各位可以回放他 今天下午接受訪問 早去算水的這個受訪 簡單說 他受訪十分鐘 一句話都不說 國昌老師 你真的要啟動調查委員會 叫張祺凱 你們兩個最愛調查委員會 因為監察院組織龐大 動作太慢 像隻大箱 你們兩個玩玩水三口 玩玩的快衝去 那個二三樓 那整間都做詐騙的 跑去啊 這個 我又不是說就是金 這個可以 我又不是說就是金 沒有說是哪個地方 這個Live有的我知道 不會啦 我們兩個捏把冷汗 早去的整間都詐騙的 去查清楚 到底這是不是詐騙 還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全部的 草啊 蔥啊 蚵子 怕相信你過蔥而已 對 真的你出來查一下 說一句話 因為你後禮拜又要去美國了 真的喔 對 你要去美國 你也是很關心的 你今天要怎麼 你今天這事情辦一辦的 後禮拜出門的時候 這事情還要辦好 但我要先請大家加楊 你看看整件事情 欸 孟克還有這個尼奧啦 時樂這些的 還有接下來的利鼎 利鼎也沒拿到錢 對 你看到這件事情 你是怎麼判斷 整個事情的貓膩在哪邊 我覺得這件事情啦 就是難道就只有這所謂的尼奧呢 然後所謂的 時樂 尼奧 時樂或是利鼎這些公司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有人跳出來 或是委託人君哥來咬他們嘛 對不對 或是出來澄清嘛 重點就是 這個東西到底是誰經受 因為我相信 柯文哲他可能沒有關 但是你底下的人 我相信Grace可能知道 到底你在整個禁總辦公室裡面 到底是誰來管這筆錢的 或是你們又跟所謂的你要公司 或是跟所謂的木可公司 到底沒有共同一批人 總有一個人出來單拔 欸 你選舉的時候 有碰過這麼複雜的狀況嗎 我們議員沒有那麼多錢 就是說嘛 就是你因為錢太多 所以你要把錢 不知道是藏到哪個地方去 或是把錢洗到那個 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用那個 捷運款買車 不可能啦 但是 我印象裡面 議員的這些信息可以拿買公務車 但你不會買到很高級的嘛 但是我們不需要嘛 因為我們就是把自己的車拿出來 做公務車使用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形象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到底真的該鐵欠的是 因為我有一個同意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我在選議員的時候 有一個弟弟非常支持我 他那時候他個人就高10萬 他花了5萬塊來捐款給我 結果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跑去怎樣都要支持柯文哲 我那時候因為IG 破了一篇說柯文哲 昨天跟蘇勒跟明天蘇勒都不一樣 他跑來跟我吵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民眾黨為什麼你要去趕快把這件事查詢 因為你要交代 不是對我們這些藍白藍綠的人去交代 你應該是真正是跟我這些朋友 跟一些小廠們交代 他們把自己不管他有不有錢 他把自己省下一場 或是他本來就很有錢 他donate給你 但你把它做這些實用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再騙他們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憐 那這個弟弟現在是一個回頭的好事 結果可以回去支持你了 沒有 他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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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還是相信木可跟柯文哲 他還是相信柯文哲 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在做事情 是可以更新台灣 是可以改變台灣 實際上我必須說實在 真的 就是這些朋友該支持他們就是很鐵 怎麼樣我支持侯友瑜 他就是不願意支持侯友瑜 他就是因為他提起支持我 但他還是支持柯文哲 所以我最近事情 我真的幫我的這些朋友 還有很多我相信你們的朋友 很多也是支持柯文哲 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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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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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在藍綠 至少你錢的留下你看得到 花在白的 可能就變成他們自己的所謂的隨便 就是 我們真的要去隨便 反正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民眾黨 就是他們已經不變來變去的 對